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在这个世界人是从混沌初开中来的 说当时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是混沌初开 然后分成太极两亿阴阳 所以你去看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事情都有阴阳两极 这个事情今天有好的事情发生了 你记住了一定会有坏的事情接下来 不要太高兴 今天这个事情坏的事情来了 你记住了一定会有好的事情发生的 你看有太阳 哎呀太阳真好晒被子 你能晒到晚上12点钟吗 月亮来了 你说有男人分为阳极 女人阴极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阴阳的 亮的东西属于阳 阴暗的东西属于阴 你说花里面有没有阴阳啊 黄颜色的是不是属于阳啊 暗一点的是不是属于阴啊 那黑一点的是不是属于阴啊 学佛人都要懂道理啊 不争不抢 人家说你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争得抢的 你说这种人有文化吗 天天活在争斗当中 这人很可怜啊 争到的也是假的呀 阴阳两亿 演变成天和地 所以你去看 轻者为天 重者为地 月望上走是不是越轻啊 气球月望上走是不是越轻啊 你看看以后你们升天 灵魂很轻的上去了 重的东西都往下跑吧 很多重的东西都是往下沉的 轻的东西都往上跑的呀 所以阴阳滋生万物 用佛法界讲万物为心造 你这个心能造出世界上所有的好和坏 你今天心好了一切都好 心坏了一切都坏 刚刚开始学博的人 迷惑自己 拼命地要战胜别人 什么事情要显得自己比别人 知识么渊博 人么漂亮 财色名十岁 什么都要比人家好 你怎么不学学自己 有没有文化 有没有佛学的造诣 有没有修养啊 你跟别人比这些人间的东西 有什么意思 你今天认识了很多有名的人了 你认识很多的有地位的人了 有的东西可以没有 没有的东西可以有啊 要把自己这个心要安定下来啊 你跟老婆吵的时候 你骂她的时候 你想象她如果把孩子带走 接下来你怎么过 你今天跟老公吵架 她跑掉了 你这个家怎么过 你今天可以发任何的病 但是你必须要改变的呀 你说人不发病不可能 但是要改善的 你不能在轮回当中啊 一连串的迷失啊 你看我们人呢 什么东西都不懂 所以才会做错事情 如果一个人一生什么都懂 你就不会做错事情 所以迷失修行学佛的真正目的 就是因为你在迷茫的城市间 随着业障轮回 痛苦过的事情 你们重复痛苦过 为什么这个地方老痛啊 不当心呀 明明知道自己的腰不好 还不注意自己的腰 明明自己知道自己的骨头不好 你还不当心保暖 你不在召见自己吗 学佛的人要善用学佛来 修持自心 不要去战胜别人 我要比你好啊 我在单位里啊 我在什么地方 我都要战胜别人 要学会先战胜自己啊 连自己的毛病都战胜不了 你还去战胜单位里的老板 战胜单位里的同事啊 还跟人家去争 你自己一个很小的缺点 你都改不了 你还去跟人家争什么 所以叫诸行无常呀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诸行无常的呀 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语言 所有的思维 全部都是无常的 今天你刚刚一小时之前讲过 一个小时之后 他说对不起 我变了 为什么要有律师啊 过去古代有律师吧 现在人心变得太厉害呀 所以人间万事万物 菩萨让我们知道 都无法永久地保存的呀 你说人怎么有 永远保存的东西呀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 可以永久保存的呀 所以佛陀看穿了 佛陀出家 显化给我们看 太子都无法永久保存的 我就是以后做了皇上 都无法保持 所以出家 就是做给你们看 我不需要这些荣华富贵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 释迦牟尼佛啊 人生在世一切最终无所得 你们想象一下 你们如果家里就算很有钱 这钱你带走吗 你无非就是帮人家在看管而已呀 你一走马上就被人家拿掉了 你的房子是你的名字 等到你一死马上名字就转掉了 是你的吗 只有知道无常最终是什么 最终什么都得不到 你才不会忘求啊 忘求就是妄念去求这些东西呀 假的 所以不要忘求 那么无所求来自无所得 无所求来自无所得 这句话非常有哲理呀 因为你知道什么都得不到 你在求什么啊 有什么好求的了 所以无所求来自于无所得了 你说你得不到你会去求啊 你现在说我天天求长生不老 到最后你求不到长生不老 你说你还会求啊 你因为得不到呀 你不求了呀 学会了解生命的实相 生命的实相就是活着要为别人多做点事情 活着就要为众生 要救度众生 要帮助别人 要爱护众生 明明知道这个世界上苦空无常 一辈子受苦 到最后一切都是空的 什么都带不走 无常是什么 哪样事情能够有偿的 你们敢保证你们永远身体这么健康吗 你们能保证你们永远是这对夫妻吗 很多人不就是到了晚年 老公走掉 老婆走掉 这个是必然的事情啊 你要承受的 承受过了之后 心里就知道这是苦空无常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经历过了 人就撑得住气了 可以克制自己控制自己了 就这个道理呀 就像一个人从来没有破产 他突然之间破产 你说他多痛苦啊 如果这个老板他破过产 重新又来了 再破产他也不怕 道理就是这样啊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去证悟苦空无常 这个世界上你要证得悟性 这个世界真的什么都得不到的 然后实践在生活当中 今天老板把你换一个岗位了 不要难过 因为过一段时间可能换一个老板 又把我重新提上来了 对不对呀 今天生病了 生癌症了 过两天好了 都有可能 实践在生活当中 修行只是一个 让你了解人生的方法 我们修行就是教你做人呐 教你学会做人呐 是不是其实教你们修行 学佛都是教你们做人呐 应该做好人吗 应该对人家好一点吗 应该碰到事情冷静一点吗 应该不要动不动就变化 这一切是不是都在教你们做人呐 那想一想啊 了解这个生活方式 实际上最终是让你开悟解脱 你看在单位里不跟人家争的人 这种人都很解脱的 生活就是改变的 你要让别人看得起 你必须先要看得起自己啊 你毛病不改 谁看得起你啊 很多女人皮肤蔓白了 打扮得漂亮 两三个小时一天 一开口就是难听的 来下流化 谁看得起你啊 表情都看得出来啊 学佛人的女孩子的眼睛 转来转去上下看 你这种女人一看 人家说你没档次的 生活就是学佛啊 学佛叫如炉不动 你跟人家讲话 眼睛看哪里就看哪里 诚实的做人 好好地学佛 你以后在单位里 会被人家看得起的 流氓就不会来找你啊 你以为那些流氓 不会看人啊 你乖乖的女孩子 她不来找你的 她就找这种流利流弃的人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修行贵在修心 心要修得好 人一旦开悟 你就会放弃 追寻身外之物 中国传统文化里 有一句话讲 你如果很注重物质 你这个人会缺少感情 就这么简单 如果这个人 对物质重视得不得了 我要钱啊 我要名啊 我要利啊 他对感情不会很深的 他因为有名有利的时候 他就对你好 没有名没有利 他把你一脚就踹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追寻 内心世界真正的财富 我们内心世界 真正的财富是什么 慈悲啊 良心啊 帮助别人啊 爱护别人啊 尊重别人啊 这些是你内心的财富啊 你这些动作 这些行为做出来 别人会看得起你 你以为你凶 人家就卖你账了 人家背后把你骂得一钱不值 只要你没听见 你以为别人没骂过你啊 你要真正的让别人尊重你 所以有些时候你凶有什么用啊 你不让人家讲 人家背后这样讲你 修心就是从己心开始 从自己的内心开始 管住内心 你就不会迷失自己 这个事情不能做 所以很多年纪大了 六七十岁的 七八十岁的老伯伯 你不能眼睛盯着年轻的女孩子看 这种人摄像一出来 没人看得起你的 丢死人啊 你把人家这一切要看破放下的呀 你这么大年纪的 你还不好好修 还不好好地改变自己的心态 你很快就迷失自己了 不执着 以平常心 就叫执心 对别人一样平等 叫执心看待 随缘而来 随缘而去 别人对你好了 感恩啊 人家离你而去了 不伤心 随缘啊 不要去不珍惜 不珍惜走得更快 珍惜了也会离开的 任何人会离开 只是方法不同 所以放开一切 你的心既是悟 你心要开悟啊 你不开悟你有什么心啊 人家对你好坏 你都不知道的 你说你这个心能开悟吗 所以佛琐曾经说过 一切违心照 你们今天心想通了 你们的心就开心了 你的心想不通 你的心就痛苦了 就是这样 所以唯有心能修行 所以心是最重要的 其他都是要让自己的心清静 因为当一个人很安静的时候 他什么都想得明白 一个人烦躁的时候 他就会混乱 思维混乱 所以一个人安静的时候 才能逐渐达到 民心渐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